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就是可能都烦不起来 谁去干饭啊 昨天就是那个玄关姐姐告诉我您的食量过大需要控制 我都一个人吃了两碗还是三碗米饭 最恐怖的是她吃多了她都不长得好 我感觉这点也烦点赛了去 这点我比较烦赛 我比较烦赛 谁更爱撒娇一点 互相都不撒娇 还好吧我们俩今天不怎么撒娇 都不敢撒娇她撒娇我就会 对我胖揍她 我要撒娇她她就会打我 她要撒娇我就骂她 主要是我打她她就打回我又打不过她 就很恐怖 这个逻辑很恐怖 私底下谁画最多 我觉得我多一些 我觉得我多 其实我不算画多 我主要是撒门比较大 就我私下比较喜欢找朋友 然后我就一看到朋友 就皮靠还没有人 我就闲不住跟他聊天 就年话牢 谁在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妈妈 她的事情 他真的很喜欢做一些 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有的没的我就 哎呀我就每天就 无聊嘛 无聊 熬布一些奇奇怪怪的吃的 你知道吗 主要是每天都吃一样的嘛 然后我就感觉就没什么意思 不想创新一些有的黑暗料理 我们现在就结束了 对 然后记得来 腾讯视频看我们哦 拜拜